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在社交场合中,应该怎么用中文与别人聊天 怎么样才能拉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 应该聊什么,有什么技巧 Tip 1, find something around you to talk about For example,这是你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吗? 你的包真好看,是在哪里买的? 你以前来过这家饭馆吃饭吗? 哪些菜好吃呢? Tip 2, keep a caja conversation going by using small talk For example,你是哪人呀? 你在北京住了多久了? 跟你的老家有什么不同? 你做什么工作?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欢迎你来到上海实习 你以前来过上海吗? 我五年前来过一次 可是觉得现在的上海跟那个时候的上海 已经很不同了 是啊,上海这几年的变化特别大 对了,你的老家在哪儿呀? 我的老家在纽约 你来过纽约吗? 哦,我常常去纽约 我最喜欢纽约了 纽约的中国城特别棒 里面有很多很好吃的饭馆 快到午饭时间啦 公司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公司附近有很多好吃的饭馆 有一家牛肉面特别好吃 走,我现在就带你去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